一條非常獨特的一條溪 在台灣的這個島湖上來以後 這個中央山脈是在中央這邊是最高的 那北邊是水南山脈 南邊是玉山山脈 那這個整個澳的河流是向四面八方流 那西邊這邊就是比較河流是比較大的 南邊這個往南流也比較大的 往北流也比較大的 東邊這個地方也就是花東種族流的 這個河流還比較大的 從這個地方出往花域以後 我們就發現說這個大甲溪 這條溪是整個台灣最瘦長流域長 最狹窄的一條溪 如果我們再把這樣一條溪跟我們台灣 台灣一直任的號稱最大流也就是剛剛 陳老師提到過的 這真的是台灣南北分界的這個佐雪溪 如果我們把它注意的話 中央山脈一般在三千公尺以上 那東邊是海岸山脈 中央山脈也有南邊是玉山山脈 我們應該可以知道 比較玉山水山山脈 但是這個區域呢 就是佐水區域發育在這邊 把它把它挖下來 把這整個山全部挖掉 挖出來就吐死了 就推積出台灣西部最爛的 所謂的叫嘉蘭庭園 那這個嘉蘭庭園 這個佐水溪的它這個沖溪上 只要花生一次大水 就在這邊擺動最北 擺到鹿港 到鹿港 最南到哪 大概到鹿帶這個區域 那這整個區域就是 整個在發生大水的時候 土石流的時候 這整個多水溪在擺動的區域 那當然 我們剛剛也跟他提到過 如果是一個石頭 它碰到水就不會動了對不對 因為它很炸得 在水裡面不能滾動 但是如果細的沙跟細的泥土 就可以在水裡面移動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看到現在目前在這邊 在移動這個地方 往最大的一個 一個台灣在移動飛機的區域 叫外産頂洲 這外産頂洲 在這邊承接的 這個佐水溪跟這幾個下來的 一個泥沙 在這邊移來移去 尤其是最近這一二十年來 我們的政府非常有效率的 在山坡地上面 為了防止土石流 蓋的非常多的叫做南沙泡 所以我沙石流發的 把它擋著一下 當然這個沙原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越來越漂浮不定 再加上說 我們最近的這一二十年來 經濟發展的關係 我們的土石沒有辦法補充 接下來我們又在海邊又搓地下水 來養殖 你的本來沙石就不夠 本來沙跟水合在一起了 然後一碗石又說到什麼 他們地層下跌什麼 就要發生 就要非常嚴重 那現在目前這個地層下跌的區域呢 就從這個整個 這個叫什麼叫做 大陸西伊蘭 你知道嗎 一直到嘉莉 這整個沿海的這個區域呢 現在目前是非常嚴重的地層下跌 都只是沒辦法燒到養殖在竹林 有一個大問題 現在竹林都是知學莫學 那當然我們知道 在這整個地層下跌裡面 最嚴重的最早發生的地方 就是高平溪溪口這邊 南邊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大盆灣南邊 這個地方在哪 就是林邊 林邊這個海邊 溫風跟炎風這個地方 那最早 臺灣最早抽地下水來養鱼 養蛇區 那最早的地方就是養蠻魚 大概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時候 臺灣外銷日本蠻魚 在從這個地方 那後來慢慢的就養成其他的蠻 從蠻魚或蠻 就有草蝦 到後來慢慢的 最早發現地什麼夏天的地方 就在這裡 那現在目前 如果你到這個地方 海岸來了 海邊來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王子 二樓被地頭 一樓被地頭 就變成地下室 那現在目前 這樣這種問題 都到目前都沒辦法解決 那這個有很多的來龍去莫 跟很多運作裡面 實際上就說明了 剛剛知道就知道了 其實我們對這個土地的環境的運作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 有很多很多歷史 跟我們現在目前 是會在運作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再把它拿回來 剛剛說這個 如果我們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從一看大甲溪 你就發現 我們大概 大概可以把它分成 三大區域 那這個區域裡面呢 這個地方 就剛剛 至少也提到過 你知道的嗎 叫做德基水庫 這個德基水庫呢 我們看到這個大壩 是一個叫弧形的 水泥壩 這個是高 一百七十多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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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棒 很老實說 有遇到某 有可能 有過一個洞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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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什麼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分界 在這個以上呢 我們可以稱為 這個上游 那個上游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它的河流 是從室內八荒 聚集起來的 那這樣這個 它的最南的地方呢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河流 往南 應該怎麼 應該說 由南邊 這個叫做 河灣山區 往北流 流到什麼 流到這個地方來 這是台灣 一個河流裡面 很獨特的 一個流窩巷 那從這個 從這個中邊 下來的 這一條 就是從 南浦 南浦大山 中央尖山 這個中央尖西 南浦西 南浦西 中央西南浦西 就河流到這裡 那再跟 這個大甲西的 一個叫主流 有聖西 這一條 從這個叫 施圓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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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圓崖這邊 下來的 這個 這一個河流 那另外一條 也很有名的 就是 跟這個有聖西 幾乎平行的 這叫 七家灣西 就是所謂的 櫻花鍋紋灰 生長的地方 也就是所謂的 古林農產 這個 這個區域的地方 這樣 就匯留在這裡 那還有包括什麼 這一條叫 叫世界南西 這樣子 四面八方 這個 會有在這裡 在什麼 在從這邊 往南 流入了 這個叫 德基水 水庫 那在這裡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大甲西 也變成一個 很獨特的現象 是 這邊區流 非常的 非常的 發達 那這個區流發達的 基本的情況 是說 這個地方 因為水流 非常寬的情況 所以這個 流會 會打彎 是一個很寬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 就我們 這樣的一個 河流的性質 來看的話 應該說 曾經 在這個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這個大甲西 從這德基水庫 以來 一直到 古灣 或是 這個叫做 這個地方 打彎的這個地方 他是穿過 整個 整個山區 背成一個 一個峽谷的 一個地形 那我們所謂的中橫 對嗎 就開在什麼 開在這個地方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金剛的照片上面 你就會發現 看到那個什麼 非常多的崩塌地 這個崩塌地 只有九二一地震以後 所崩塌的一個 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中橫 就是羅場 複亂 那中橫 開脫 一直 處在什麼 台灣 一個什麼 這個叫做地等 最穩定的時候 九二一大地震 這樣的一個震動 把這個地方都震垮了 但是我們政府 包括我們的民間 包括很多運作裡面 就一直頂持著過去 經濟發展 開發至上 人定勝天的方式 一直 一直要把它開脫 所以牽著一直往裡面推 那都一來一去 好幾次了 所以已經 修好了 要通車了 就把一個颱風來 就把他沖掉 當然這裡面 最有影響是2004年 那個叫做什麼颱風 不是莫拉克2014年 莫拉克是2009年 莫拉克颱風 在中部體育 沒有導致的動大的影響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不是 納利 潮汁納利是2002千年 跟2001年 這個老實在是 也是 逗耶 七二水災 七二水災 七二水災沒有錯 但是那個是什麼颱風 秉都立 秉都立 陳老師呢 這個秉都立 以後呢 就出了一本書叫什麼 這個秉都立 住了 把他當時所得到的 這個什麼 這個當時土地災案的問題 可以記錄跟說明 如果有興趣要 可以給大家了解 那也是什麼 在東段的這個地方呢 就穿過什麼 整個的 整個峽谷的地形 那個峽谷地形 當然我們知道 北方的地方 這個是什麼 水山山脈 當然這個水山裡面呢 最高是水山 但實際上什麼 它往西的地方呢 就有所謂的 大水山 中水山 小水山 所謂小水山 就進入到什麼 進入到 我們開花的區域 就是大水山森林遊樂區的 天使的地方 大水山森林遊樂區的 前生叫什麼 大水山林場 這是在大甲西的 北岸 南岸呢 現在目前叫什麼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有前生叫什麼 八仙山林場 日絮時代的三大林場 之一 那八仙山林場是什麼 是非常早砍花的一個區域 那大水山林場是台灣 花木最短 最棒的區域 而這個區域呢 從1960年代 到1980年代之間呢 就引進了美國 最先進的 一個花木的技術 本來 預計所謂的 90年文化期 主要90年文化期呢 我們要把 要砍的區域 我把它畫成90塊 那我今年砍一塊 我種一塊 砍一塊 種一塊 等等吧 90塊砍完以後 最早這一塊砍 已經漲90年了 我可以吧 可以繼續再砍 森林是可再生的資源 可以吧 海呢 可以再漲 漲了 可以再砍 永遠的吧 都砍不完 理論 都打得非常地好 但是在台灣的土地上 到目前為止 是沒有實現的 有一個夢想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 繼續在做這個夢喔 繼續繼續在喊喔 繼續繼續在做 那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有時間 再跟大家做說 那這要講的是 中間就要 我剛剛要講什麼 可以講到這邊嗎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中段的地方 經過這個峽谷 而前面這個地方 是一個嗎 一個叫什麼 這個區流的情況 這個區流的情況 應該是 曾經 這個河流 是很緩慢的 要很緩慢的情況 應該就下 這個地震的時候 它一個崩它 把它堵住了 堵成一個嗎 堵成一個嗎 一個水庫 那上游是嗎 就變成一個嗎 變成一個嗎 一個很緩慢的情況 還會形成這樣嗎 那個區流的時間 已經要非常地長 就好像我們現在 目前的德基水庫一樣喔 德基水庫一樣喔 現在的那個 現在被人抓蓋了嗎 現在目前的 一直在什麼 一直在淤稀 一直在淤稀 那個河流水 就變得很緩慢 很緩慢在淤稀的情況 那是什麼 它就會蛇行喔 那顯然這個地方 能夠蛇行的 中間這樣的情況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非常 久的事情 那這裡面 也產生了一個 一個我們台灣的 很強重要的第一基基 就是所謂的 大離山地區的開花 那這個大離山 那記得它到我們路 再把它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 它真正的 這個開花區 就是從北邊 從什麼 從這個叫做 濕源雅口 那邊 一直往南 經過了什麼 這個叫做 武林農場 再經過了什麼 離山 再往南 到什麼 到這個地方 叫脆暖 脆風這個區 再一直往南 到什麼 到這個什麼 到清淨農場 到萬大水庫 你如果把它看一下 剛好這一條 這一條 是一個的嗎 一個 非常紫的一個 一個乾坤的區域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水山脈 跟玉山脈 這個地方 什麼 一個 一個錯棟的區域 這個區域 所以在以前 在兩個山之間 是堆積了非常厚的 土石的堆積層 因為這麼厚的土 整個堆積層 才怎麼 才讓我們可以種出 溫帶的水果 跟現在目前 下季的蔬菜 高冷的蔬菜區 那其他地方 什麼 全部什麼 是一個延遲的 一個地形 臺灣又什麼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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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所以大部分崩塌出來的 崩化 崩化出來的 土石跟泥土 什麼的 都會被崩塌掉 只有這個區域裡面 堆積了一個 非常厚層的 什麼 一個土 土石 揮霍出來 你 它能夠種出 這樣的熔作出來 那這裡面當然最有理的 這個區域呢 就是所謂的福壽山農場 你看 這個是福壽山農場 這個整個的平台 那剛好陳老師 剛剛陳老師 就有了 就有照這個 我把它再把它弄 傾斜一點 你們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是福壽山農場 台灣的 剛好山的三大農場 我們剛剛提到的 最北邊的這個地方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武林農場 就在這裡 最北邊在七家灣的山谷裡面 這武林農場 有的武林農場一直往南 這叫環山第一地區 環山 這個環山在這裡 環山地區 一直什麼 一直到黎山 這個黎山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福壽山農場 在這往南 這個叫華岡 在經過什麼 這個叫雀蘭 雀豐這邊 到什麼 這叫清淨農場 台灣的三大農場 當時 國軍 國軍 撤退到台灣 來 靠身有兩百萬個軍隊 那這個軍隊太多了 連理不然 那怎麼辦 退休以後 就讓他們 讓他們到這個高山的地方 來開墾 在三大農場 溫帶的蘇果 溫帶的果樹 從這個地方發展出來 發展出台灣 在機器發展之前 一個溫帶的一個獎項 我們可以這樣說 在台灣 熱帶高山島的 台灣的中海 發展出溫帶的地方 一個蘇果的區域 就是承接了 我們人類科技文明 在台灣的一個 運作的一個情形 那這樣的情形 到現在目前 這個後遺症 一再的在產生 一再的在發生 雖然 號稱農業專家的 當時的李登輝 總統當神主席的時候 當他當神主席的時候 他就想要 來解決這個 李登輝的問題 他去做一個巡視以後 到現在已經完 已經將近三十人來了 問題 都還沒有解決 而且越遠越來 甚至這個 馬英九總統上海的時候 就被擋下了馬 這個要一定要復健 追討的總統 那 他 七月 要宣布的 通車的時候 又被什麼 又被 蘇拉太陽 把他弄 現在目前情景到 都還不知道 那在之前 他已經快要弄好 之後 曾經跟前線人 醫師 去跑了一趟 那就是我們的影片 這個叫什麼 叫做 蔡志豪秘書長 寫的那一篇叫什麼 叫做中橫 叫什麼 那個叫做 末日見演 我們這個 我們的獎勵影片 有這麼一篇 就是當時 我們去 去那個 所謂的 中橫 他們說 要做這個 這個叫做 風車之前 一定要跟民間團體 來做一個 國通 已經在最後 已經要定稿了 才辦這樣一個活動 等於是說 我有做的 你們都講的 跟我們好像 沒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部分 其實 未來還 應該值得 值得 再注意 也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地方 就變成發展出 台灣在山區 非常獨特的 這個區域 這個問題 未來一定會 層出不窮 也因為 我會認為 因為這個 整個崩塌以後 所造成 一個眼射湖 這眼射湖 連續的時間 非常的長 才有所謂的 七家灣西 櫻花勾吻 這個 保留下來 變成所謂 陸空型的 這個 威魚 或叫尊魚 我們都知道 它什麼 它這個回游性的 這個魚類 它必須什麼 必須回游到什麼 到上游去產卵 產完卵以後 這個卵 這個龜魚 產完卵 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卵 就隨著河流 河水下來 慢慢孤化 慢慢長大 到海裡面 去長大 長大的話 要什麼 再塑著河 再上來 再這樣子 上上下下 如果說 這邊沒有形成一個坡 把它攔截下來 那這個龜魚 上去下來 每年 每年 每年再上上下下 到最後 它應該應該消失 不應該存在這裡 今天會成存在的什麼 是一個崩開一個坡以後 把它擋住 讓它沒辦法 降到海裡面去 那在那邊 在那邊 在上游的地方 回一回有 等到這個坡消失了以後 我們把這個什麼 這個冰河子已經結束 變成煎冰級溫度升高以後 它已經沒辦法下來了 好 那 這個尊魚 回以內 一般要生長在水溫18度以下的 這個房子 那我們的河口 在平地的地方 水溫全年 大概就在25度 最低的只有到24度 他們這樣不可能 不可能下來 那要 在這演變的過程中 從低河期 演變的 要建定池的過程中 要有 要有一個 一個霸拿燃子以後 它才有可能在那邊 遺留在 台灣的 這個山區裡面 那這裡面呢 就 也形成一個 一個非常 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大甲溪 通過了 這個區域 本來是 玉山山脈 跟水山山脈 是連接在一起的 那 在南邊的地方 比較脆弱的地方 就被走水溪 把它往上起死去 台灣的 北海島 或者大爾島的 中間凹進去 凹進了南國縣 臨出的 都會加南平原 但是 在北邊這個地方 這一個硬拔 一把它切割開來 讓這個北邊的水山 跟南邊的 這個叫白谷大山 又有人稱的 叫做白谷大山 這海拔 三千 三百多 白果山海拔是 三千 三百多 那這個切割 就把它切割開來 切割開來 它是一直 變成一個 一個非常陀峭的 峽谷地形 那這裡面 當然最有名的 這個峽谷 就是這個地方 叫做燈仙峽 燈仙峽 那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經過這個地方 有些讚嘆 其實跟太魯的峽谷差不多 那正好 那個燈仙峽 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中橫 分成上線跟下線 就是從 從德基 德基水庫 一直到這個 這個虎關這個地方 經過這個地方 中橫有上下線 那在這個地方的 這個區域呢 就生長了台灣 非常古特 非常特殊的一個植物 台灣的特有種 叫做台灣笑蘭 應該都聽過吧 台灣笑蘭 在民國八十年以後 就變成台灣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造林的樹種 它既美光 木材又好 台灣從過去到現在 價格木材最貴的 不是檜木 不是北國 不是Hinoki 是什麼 是台灣笑蘭 它的價格 甚至就是Hinoki的 一倍兩倍以上的價格 那在這個 整個大甲西 就要講 就生存在這個地方有一種 就是青山 這個地方有個叫青山 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個以前有個青山的籍 應該就在這裡 有個青山的泡太室所 這個附近 就是主要的 生長的地方 那如果說 我們以前 如果注意的朋友 你會發現說 大安西 經常的 抓到的 盜財 台灣笑蘭的 這個事件 成熟不窮 這個事情 其實從很早以前 一直都存在的問題 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 那這邊的話 那個事情是 這一次的 921地震以後 把這邊 本來要採集 台灣蕭蘭的種子 去育苗 叫做母樹林 全部把它 把它振垮了 所以本來 在 1999 本來2000年 林務局 標給商人說 好 你跟我育 100萬株 台灣蕭蘭的小苗 你幫我育 1000萬株 小苗 已經標了對不對 但是發生了什麼 921地震 沒辦法採到種子 種子是怎麼 都不見了怎麼辦 就 向中國大陸買 跟它很類似的植物 叫做 翠柏的種子來代替 所以現在目前 你在台灣 在921地震以後 大部分種的 號稱叫台灣蕭蘭的植物 幾乎 絕到過程大陸 就是 中國大陸的 翠柏 那 相類似的 還有一個 一個兄弟的事情 我們明天會吧 會去看到 在 台東獨衛公園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在921地震以後 我們說 那個 那個檳榔的 有人就認為檳榔的吧 是台灣水族寶的 這造成很多 要砍丁 然後種什麼 種土洛櫃 土洛櫃 本土的樹種 有很多 很多好處 就很多理由 這個理由 我們時間再跟大家說了 那 一樣 既然要種 土洛櫃 要有苗木 一樣 這樣子吧 就標給的吧 商人的吧 去育苗 離路取消 我們這樣 全部是外包 全部是外包 標給商人 商人去 採種育苗 結果 我們台灣 大陸搶標 搶下來 很多因素 怎麼運作 不知道 到最後採不到 土洛櫃的 種子 因為台灣的土洛櫃的結實量 非常地低 那要交財怎麼辦 一樣 就像中國 大陸像東南亞 這個區域的 一個叫陰箱 買那個種子 又便宜 又多 便宜出來 那 現在目前可以這樣說 台灣號稱 這個土洛櫃 造品區域 幾乎全 絕大部分是 是陰箱 那 這個問題 這個陰箱的問題 比台灣孝蘭更嚴重 因為陰箱 它可以在森林底下 我們剛剛曾老師不是說嗎 那個馬尾松是什麼 陽性樹 要沒有森林 它能夠長 那 什麼樣的情況 幫助馬尾松 像九一這樣的地震 在台灣的西部 大概免三十零 就是花枕一次 但是它這個馬尾松 長到全部玉碧了 它有小毛 沒辦法 從森林 長出來的時候 一次的地震發 就是花的寶 全部震垮了 讓它的寶 讓它的寶 讓它的小難寶 可以重大 所以現在目前 在陳老師說 2002年 那個火焰山的馬尾松 還沒有死亡以前 那麼漂亮的馬尾松林 就是在上一次的地震的崩塌的情況下 它長出來了 那這種情景呢 在火焰山這邊呢 這次九一地震是沒有發生 但是 但是在九九峰 就是得到非常好的印證 九九峰那邊 這個整個崩塌 又本來都要 要噴止去造林 實際上 自己長出來的馬尾松 比任何造林的樹種 長得多快多好 現在目前 應該可以重新 再來檢驗 後來重新來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即過十幾年後 那些樹我前陣子剛過去 那個時候 要不要造林 要不要處理 還在爭執的時候 那多了 都不算 現在前陣子後去看 全部把生命把 全部起來 不是造林 樹種是自己長出來的馬尾松 那這個是 一個情況 所以像這個地方 他本來就經常在崩